十五岁 他对古琴找了魔 亲手制作了他人生中的第一张古琴 自此与古琴艺术结下了一生的情缘 一张国宝级古琴九霄环配 历经千年时光遇到了他的知音 两者相遇演绎出的天籁之音 感动了无数琴迷 也让第一次听到古琴声的金庸 情不自禁 亲笔为他提诗 长达六十年 他博彩重场 演绎出自己独特的演奏风格 如今年过古稀 他将传播与推广古琴艺术 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 李祥廷用他独特的艺术风格 让观众凌略古琴的不同意境 林老师您好 非常高兴在音乐人生这个节目当中 跟您再次相遇 我和很多观众朋友一样 我们大家都特别特别的喜欢您 喜欢您带给我们的古琴音乐 我知道您谈过不同的古琴 也有很多的琴 但是似乎您和一张琴特别的有渊源 而且这张琴特别的有历史 您给我们大家说说 我知道你指的是那张九霄桓配 它是非常古老的一张琴 是唐朝中期制作的 故宫那边也有四张唐朝行 我谈过其中两张 那也是非常好的唐朝行 可是声音就比不上这张 这张唐朝行还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 它是唐宣宗 而在唐宿宗继位的时候 皇家庆典的作品 公元756年 那一年也是唐玄宗第三子 李亨继位时的渐元之年 古琴九霄桓配 即作为皇家乐器 由四川至今世家 雷世第一代雷威制作 传世至今已有1262年 也因此 九霄桓配被视为古琴中的 鼎鼎堂物和仙品 它外形通体大流水断纹 龙鳞蛇腹 挫杂相见 背面龙池上方 刻太古遗音 池下刻张 苏东坡珍赏的字样 让人们不禁联想 一代名是苏东坡 在他事业低谷的时候 这张琴是否陪伴了他异于清幽的岁月 他纵横姿 提诗撰文之时 这张琴是否也揍出了清新豪放的旋律 时间走到2003年 漂泊在海外许多年的九霄桓配 出现在国内加德拍卖会上 包括博物馆等藏品机构和众多藏家 为他而来 最后被收藏家合作如敬德 所以当时我就一买来的时候 我就全中国找看 弹得最好的的琴是谁 刚刚开始是在上海 见了上海的这么一些所谓的琴人 杭州 苏州 南京都有叫来 都来弹 但是有些人的名气很大 这个静听也不行 眼听也不行 评论就讲说 这个琴一般般都有其名 什么什么 我这不在乎 因为我觉得肯定是 没找到自己 再次出现在世人面前的千年古琴 没有如预想的那样 被世人称赞 许多琴家谈后给予的评价 让人不禁感慨 难道他真的就此从神坛跌落 无人问津了吗 李祥廷遇到了他 您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您第一眼看到这张琴的时候 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 这张灵魂出窍的感觉 每一个音都特别好 因为这张九学画被我弹之前 在八十年代 我就弹过故宫的飞拳 再往前去 七十年代还弹过玉玲珑 都是非常好听 非常好的声音 真正的唐琴 但是跟这张自得丙生年做的 九小孩未比 完全不能相比了 所有的声音 唐琴最重要的一种声音 从低八度的声音弹 往高八度走 感觉是音色就变了 可是不感觉是到高八度 同样的宽厚松脱圆润 音色一直保持那个状态 这是唐琴 最好唐琴都有的 这是第一次 我觉得不光是古琴 包括有很多的古老的乐器 包括我们现代人 在去演奏它的时候 我曾经听人家这么说 说演奏者在寻找一件好的乐器 但是有的时候这件乐器 也在寻找能够弹奏它的主人 是这样的吗 这种说法有一点神奇的意思 实际上是没有什么证明是这样的 但是人们希望是这样的 因为这样好像把人对这个 特殊的了不起的一种艺术 一种尊敬崇拜的精神 给渗透进去了 尤其是像您刚才说的 这一张古老的琴 有着这么悠久的一个历史 所以说就像刚才您说的 当您去弹 用这张琴来弹奏的时候 您浑身是一种 就像您刚才用 原是灵魂出窍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就是本身您把这张琴的声音 把它完美地体现出来 然后同时也许是这张琴的这种历史感 或者是说它这张琴的这种 本身的这种质量 能够也让您感受到了一种 一种它这种年代感是这样的 因为这张琴它 2003年的8月份拍卖到了以后 2004年它就春天 它就拿到上海 南京 苏州 可能还到了外地 请各地名家去弹 也给我发了这个信息 她的朋友给我打电话说 请你来弹这张琴 恰好当时我有别的活动不能改去 比如演出什么的 我就没去 结果事后过了几个月 我的一个学生 是在美国的一个学生 他是在背面琴瑟的书上 他就问我 说李老师那张九学环配你弹了吗 我说没有 我因为没有时间 他说别人 他说很多人都弹了 我说别人怎么评 他说别人说 徒有其名 声音一般 徒有其名 令人失望 我说不会那张琴那么好 怎么会有这样的评语呢 因为预展的时候 我弹了以后 我就是声音如何如何好 琴如何如何好 后来的九月份 我的学生给我打电话说 这张琴到北京了 李老师要不要弹 我说当然我要弹了 当时我还以为被人买了以后 不再给别人弹了 这一辈子就是一次机会 我当然要弹了 后来他说 这张琴可以我拿来给你弹 听一听 那是一天下午他来了 我把这琴的优点 全给表现出来了 所以他就很感动 他就决定 我有所有的重要的演出 都可以用这张琴去证明 这张琴历史悠久 声音非同反响 久小环佩经过千年岁月 遇到了真正懂他的知音 而李祥廷也像旧友重逢般 爱不释手 连弹数小时 不舍得停下来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肯定bes 游戏 山瓏寺 谍玉 pilgr 我说今后就回答莫属了 结果这个琴呢 经过了 这琴是不能乱弹琴的 这个琴经过了李祥廷教授的 这几年一直弹一弹 越弹越好 把他里面的所有的优点都弹出来了 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从那以后 李祥廷也成为他 独一无二的演奏者 两者共鸣 感动过无数琴迷 也让第一次听到 古琴曲的金庸 心潮澎湃 据说就是他原来 在写这个武侠小说的时候 里面用了很多 古琴的这个元素 但实际上他那个时候写的时候 他并没有真正的听过古琴 他说我今天听古琴 以前呢是没有听过古琴的 他没听过 但是他把古琴描写得那么生动 引起很多人对古琴的痴迷的爱 然后呢跟人物跟剧 那个故事形结紧密地融合在一块了 古琴的风采神韵 他都给写出来 这个是奇才 应该说你们是互相欣赏 这个在艺术上的一种 他比我还是年长长辈的名家 不敢说互相 就是我欣赏他的作品 当时他肯定对古琴对我的印象 对我的弹奏的印象 可能也非常好 他主动说要写一张字给我 似乎抚琴之人 今生必有一支音 文学大师金庸第一次听完李祥廷的演奏 当即写下 高山流水逆之音 轩昂滴雨素琴心 人与琴的相容 金与木的共鸣 琴声鸟鸟中 李祥廷与九霄环配的缘分 仍在继续 其实要说到这个好的琴 我觉得您似乎 就是为琴而生的 因为我知道您在特别小的时候 那时候还不会弹琴的时候 您被古琴所打动 然后您居然自己在家里 自制了一把古琴 很多人觉得很有趣味性 实际上我自己原来都没意识到 后来好多人说了以后 我再回想 当我1955年我们家买收音机以后 从广播里边听到了这个曲子 就是中午我们一打开收音机 就听到一顿音乐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 《倾箫合奏观山乐》 这是古琴 听的时候好像灵魂被抓住了 听完了以后好像豁然开朗 原来这是古琴 其他的都听过 变成了 古琴原来比那些都好 后来我就问 谁也不知道 问我父亲 他们知道古琴 但是也没见过 就这么寻求没有 怎么办呢 我想自己做一个 用我父亲那个针索的牌子 牌匾 放在空屋里以后 变那个桥了 远景 就是做琴面 然后呢 就做了一张琴 这个琴呢 这种琴七条线也有了 标范音的灰味也有了 然后呢 自己从广播里听了 观山乐旋律也有了 这就把这首就想象着 按上了 把曲子都弹下来了 从十五岁 第一次听到古琴声 他不仅自己动手 做了一张琴 还做了一件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事 他给远在北京的扎福熙 写了一封信 扎福熙是当年 北京古琴研究会副会长 中国音写李氏 是中国古琴界 泰斗级的人物 对于还是高尔学生的李祥廷 因为广播里 听到扎福熙的古琴曲 就着了模式的 把古琴放在了生命中 最重要的位置 但是我能弹下来 我就知道 我很清晰知道 我就是自己随便 自己弹的 肯定方法不对 而且没有任何资料 这种弹 不能算是会弹琴了 我就想 从广播里听到的 扎福熙先生 还有他的古琴研究会 就给他写信 想要点资料 因为我是个中学生 他是一个那么大的 一个了不起的艺术家 我就不可能想象 他会有时间给我回信 我就把我做琴的经过 写给他 他就感动了 果然回信说 收到你的来信 我们很感动 我们决定想要全力 帮助你学琴 还问我有什么爱好 学好还是一般的爱好 这样又写信 然后经过几次信的来往 我就要求拜他为师 他就介绍了 他说57年暑假 你可以到毕竟来 住在我家里 我教你弹琴 我还要送给你真正的古琴 还有销 跟琴合作用的销 是这么产生的一个 古琴的学习的开端 一个暑假 学了五字曲子 第一个曲子就是梅花山洞 用了十天就学了 学完了以后 老师就没再提出任何问题 就是全都做到了按要求 然后第二年58年就考中央艺术学院 然后63年毕业留校当老师了 然后一直留校 所以这封信 有人后来就形容是 打开我的古琴艺术之门 所以是我的命运的重要的转折点 在他给我显现之前 根本没想到我能从事这个音乐 又是一股琴为专业 因为我小时候是 理想是画画 所以第一封信 就决定了后来的一切 如今 李湘婷不仅弹琴 更是将琴师画 融于自己的生命之中 在他的画中 可以看到音乐的旋律 古琴声中 也蕴含无数的话 您谈古琴和写书法 绘画 其实并不矛盾 艺术本身就是相通的 不但不矛盾 那个是对绘画 对古琴的艺术能力 艺术能力 艺术才能 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那么您觉得绘画跟古琴之间 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直接的联系 我现在讲 古琴的艺术 古琴的演奏艺术 像什么呢 这种艺术表现的形式和感觉 像是用毛笔写形凯形草 因为形凯形草呢 它的字体变化是无穷的 用笔变化有的 所以书画里边的用点 用线 还有春叉点燃等等 这些变化 跟这个书法里边的 字体结构 线条的变化 都是一类的 所以我教学生 让他们体会古琴里的 刚要我方言 细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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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说要看书法的形凯形草 其实还有一点 就是从音笔法上 能够感觉到 好像古琴当中 您刚才说的点跟线的关系 对对 特别明显 你看这个每条线的转折 然后还有这种点的运用 然后这里边的 春叉点是辅笔春的变化 就是有点像点的感觉了 然后这种点的运用是青苔 或者是杂树 是小树 然后这个桃花也是点 这个点不能连成一片 一个文学哉先生告诉我 这些点不过点一样 陈思错落 说这番话的时候 我真的是非常感慨 因为在您的身后 就是我面对的 就是您的绘画作品 您坐在我的面前 是古琴大师 也就是为什么 在您的绘画 在您的书法当中 自理行间 能够感受到 那种旋律的流动 那么我相信 就是您在弹奏古琴的时候 声音里面是 也是充满了 各种各样的色彩的 从音乐学院毕业 到留校任教 李祥廷一直在普及 和传播古琴艺术 从教近六十年 李祥廷教过的学生 不计其数 古琴不再只是 文人之间的情感交流 而是让更多观众 参与其中 真正地为人民演奏 虽然已是近八十岁的高龄 但每个月 他仍然在全国 乃至世界各地 进行演出 文人之间的宿ů ewen 文人之间是 广州 这边 重生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全国现在有个统计 就是只要会弹琴 所有人加上有差不多70万左右 这是一个目前来看 是个挺庞大的数字 我知道您现在也在带学生 您仍然在和自己的学生 在这个古琴这个教学方面 我就想听听您 就是对当今的这些音乐教育 尤其是在古琴的这个学习上 您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 古琴应该成为 每个中国人的基础知识之一 每个中国人的基础知识之一 像什么 像唐诗宋词那样重要 知道他的一些经典作品 而且凡是喜欢古琴的人 都能有机会去直接欣赏他的演奏 还能有机会去学习 不管在什么程度 这个时候应该能做到 所以一般意外好者 我就告诉我的学生们 或者别人我提建议 要保持在这个进度 用我的教材也好 用别人的教材也好 就是进度不能说 老师做不好就不往下进行 那人爱好者兴趣就没了 或者积极性就已经打掉了 进度要保证 比如说这个曲子应该一个月 那个曲子应该两个月 那个曲子应该半个月等等 但是要保证到一定程度 要消化恢复前面的 前面的学好了 后边越学越容易 不是古琴 要实在一点 我从九岁开始学习古琴 就直接跟李强廷老师学的 然后现在已经学习有七八年了 他在刚开始教我学琴的时候 说过一句话 古琴如果你喜欢就能学会 入迷就能学好 发疯就能学经 他说我现在可能只是在 发疯的这种阶段吧 希望以后可以通过自己 把古琴传播到世界各地 去把这个中国最传统的乐器 去发扬光大 让所有人都知道 它是中国最传统的乐器 跟随李强廷学琴八年的金润一 平时已经开始教小朋友弹古琴 支撑四弦勾四 三 二 一 一 好 中指支撑二弦 直接勾二弦来 三 二 一 好 最后一组 中指支撑一弦 挑三弦 来 三 二 一 好 走 李强廷学生赵小霞 已经是中央音乐学任的老师 他也在延续着李强廷的古琴教学之路 普及古琴文化 在我心里我觉得李老师他有点真的是可能是弹古琴 他真的像个古人一样 就是他的那种他并不是只是在弹琴的时候像古人 他平常的那个生活也是非常的平易近人 而且呢他非常的这个能够享受孤独 我觉得真正能够弹古琴的人真正的大家真正的国手 他一定是在他生活当中他有自己另外一片非常纯净的精神世界 所以他在这个世界当中他可以去非常享受的去弹琴 去吹销去写字作画 已经是去读书看报甚至看电视 或者是自己做这个他每天的那个糙米 比如说煮什么烹什么油焖大虾呀做点红烧肉啊 简单的蔬菜沙拉就是他几十年至少在我们看来知道的他都是这样 非常有规律 而且他并不需要旁边很多人去陪伴他左右啊 有的就是像这么大岁数的先生在旁边肯定是有些学生啊 或者是家人啊助理啊 李老师不需要不需要 他其实是享受这一份孤独 也正因为他有这样一份与众不同的心境 所以从他的琴音当中 我们才能真正地去走进古人的这样的一种胸怀 古琴艺术一向曲高鹤寡 即兴演奏 最早出现在吕氏春秋中 薄芽心里想着高山来弹琴 中子期就能听出微微乎若高山 薄芽心里想着流水在弹琴 中子期就能听出洋洋乎若流水 由此高山流水的知音故事也被我们所熟知 历经近六十年 李祥廷自身不断超越的精神 发展出反传统的即兴演奏 让古琴真正地走进观众的内心 像老子的道德经 庄舟梦蝶 狐狸追天鹅 旧金山飞机场 诗炼等这些观众的即兴命题 他都用古琴音乐 完美直接地演奏出来 为观众带来一场场动人的古琴演出 林老师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您能为我们的电视观众来一段记性演奏吗 可以做一个实验 接受你们的考试 我来给您出题 其实我觉得 我想跟您出很多题 但是我觉得要不然就这样 您就是向电视观众介绍您自己 就是介绍您的音乐人生 我来给您的音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